赖清德基本在刺人说梦 他根本在吹牛 根本在骗血票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赖清德拒绝了一中 拒绝了九二共事 拒绝了和平协议 怎么可能可以带来台海的安全 怎么可以保障 台湾人民的和平跟繁荣呢 大家看看 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 台海是不是和平的 台湾的经济是不是表现得比较靓丽 为什么 因为马英九遵守一中的原则 马英九遵守 你九二共事 让他成为两岸和平发展的定海神圣 台湾的经济才有得发展啊 台湾才能保证台湾的和平跟繁荣啊 好那你现在蔡英文执政了将近八年 蔡英文不要求二共事 他违反了一中的原则 你认为蔡英文这八年的时间 他有带来台海的和平吗 他有带来了台湾经济的繁荣吗 依照最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的预测的报告 对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已经下修到几乎等于零 这代表了台湾经济的繁荣吗 这代表了台湾经济的成长吗 这代表了台湾人民的幸福吗 赖清德比蔡英文还要极端 他就是个标准的台独分子 依照赖清德现在所叫嚣的 他不要一中 他要搞两国论 他搞分裂 他不要和平协议 你认为他能够让台海保证和平吗 他能够带给台湾人民的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吗 你台海没有和平的话 厂商企业敢投资吗 那这一来的话 台湾的经济萎缩了 台湾的市场萎缩了 台湾的就业能够保证一定的水平吗 当失业增加的时候 台湾的年轻人还有未来 还有出路 还有希望吗 那少子化的问题能够解决吗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联系在一块的 赖清德如果不把他最根本的一中的问题 把它给解决 回到九二公司的正轨 回到一中的正轨 他怎么能够使台海和平 他怎么能够使台湾和平 他怎么能够使台湾经济发展繁荣 好看 好看